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赐予我们祝福的父 赐予我们幸福的父 赐予我们满足的父 抑制我们的父 我们感谢您 在这时间我父最爱我们 上帝说通过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就是使我们只爱上帝 使我们仓房充满犹豫得到物质上的祝福 我父为我们杀死了自己的独生子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还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使我们在主面前成为您的仆人 若死就死吧 使我们只爱上帝 我们还是爱自己不顺忠上帝的话语吗 还是爱自己的愚昧的人吗 主啊 此刻使我们成为比自己更爱上帝的人 使我们得到我父为我们准备好的祝福 现在我们通过这话语 我们才明白了 我们远离了上帝 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折磨了上帝 此刻求您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相信今天在这凌晨时间 我们能得到您的帮助 奉耶稣的名 先感谢 祝福 祷告 阿们 大家听一下我父的声音 得到健康 幸福满足 得到越来越好的祝福吧 比如有一家医院免费给我们打针的话 好多人会去那间医院排队 那么上帝能给我们更好的祝福 这是免费的 可是我们得不到祝福 大家找一下正言十四章三十节 什么样的教会是假的教会 没有基督的话都是假的 这是上帝说的 有些人去那样的教会 败坏自己 生病了才去其他宗教或者其他教会 这样的人败坏自己和自己子孙 也败坏自己的家人 虽然给他们传好的消息 可是他们却不听太固执了 太愚昧 结果他们去地狱 有些人说 他死的时候脸白白的 这说明他去了天国 那黑人都去地狱吗 真是不像话 没有基督的话都去地狱 上帝说 这是与上帝结除的 有祸的人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全章写着 有祸的人 为什么去那样的教会 如果问了的话 回答说 有名的人去那个教会 好可怜 只有拥有信心才能去天国 什么时候改变这样的生活 耶雷米亚 二十六章 因你不顺从我的话 我让你受苦 等到什么时候 你顺从我的话 证言十四章三十九 我们一起读一下开始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基督是古中的修烂 阿们 这话语我讲过好多次 这是基础的 可是还不行 证言十四章三十几 我们一起看一下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就是听起来很容易 可是我们不做事实上悔改的话 我们内心不能安静 好好做事实上悔改的话 不仅我们心中安静 而且我们亲近上帝 一副所事二章十三节 内心平安 亲近上帝 在这世上 我们内心不能安静 但是做事实上悔改的话 内心平安 而且可以遇见上帝 一副所事二章十三节 只有心中安静 只有事实上悔改 才能遇见上帝 就肉身的生命 这指的是健康 所以我们做事实上 在内心平安的时候得到健康 那么上帝只希望我们健康吗 想让我们成为就像 长得肥牛的牛一样健庄的人吗 这话不是这意思 约二三书二节 我们灵魂性生的时候 我们能去天国 凡是性生身体健庄 这肉身 这身体健康 不是那种肥牛健庄的意思 这心中安静就听起来很容易 可是在这世上 无论是什么学问 还是什么宗教 都不能让我们平安 在这世上 有什么让我们平安的 没有的 我们都希望平安生活 因为上帝这样创造了我们 传道十三章十一节 我们都希望内心平安 那么只能通过四川 回来才能平安 这是哥罗学书 一章二十节 借着十字架的宝血 唯独通过基督的血 我们内心平安和平 可与上帝和好 一部所示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通过基督的血 悔改的话 我们内心平安 亲近上帝 然后可以与上帝和好 唯独只有四川悔改 那么没有基督 没有四川悔改的讲道 是让我们的领悟 去地狱的讲道 哥罗学书二章八节 那么为什么去那样的教会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这样的教会 吓死你的领悟 可是为什么去这样的教会 有些人说 今年我在这教会里 担任什么职位 如果你今年死去了的话 你会去哪里啊 你不回改最后 你以后受到灾 怎么办啊 这是人吗 我对你说 希望你得福 可是你还听不明白 你是人吗 装聪明 总是做愚昧的事情 这样的人 临终的时候发矿 这是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语 这心中安静是 这是怎么得到的 只能通过 四川的悔改 才能得到 以后大家找一下 看这些圣经话语 各类学书 一章二十节 和平是怎么得到的 一部说是二章十三节 我们通过基督的学 回改的时候 才能得到和平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负责我们一切 可是我们随便生活 乱说话 这样做的话 不仅害死自己 也害死自己的子孙三四代 像除类一样的人生 这样的人能给别人 带来益处吗 给别人带来坏处啊 总是做误会的事情 他们是败坏 韩国的 假信奉耶稣的人 对于不信耶稣的人 上帝没说有货的人 可是假信奉耶稣的人 牧师啊 这样的教派 他们败坏这国家 可是他们不知羞耻 害死自己和子孙三四代的 就像除类一样的人 怎么会有良心啊 后脸皮 他们嘴上说自己信奉耶稣 他们三无成群的聚在一起 自己以为人越多越好 那么大家为什么不健康啊 因为没有和平 所以心里很难受很痛苦 都是恶 担心担忧的时候 有没有信息啊 提摩太前说六章十节 没有信息 没有信息的话 长老啊牧师啊 权势啊 只是这样的职位 有什么用啊 这不算什么 没有信息的魔鬼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不听真实 给你们讲的上帝的话 证言十三章十九节 原理恶事 为愚昧人所增恶 因为恶人里面有魔鬼 魔鬼不愿意离开恶人 证言十三章十九节 他们虽然祈祷了 可是魔鬼不被赶走 只做无微的事情 那么接着看一下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基督是苦中的羞懒 那么心中不和平的人 基督别人 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 属于肉体的人 他们基督别人 纷争吵架 罗马十一章二十八节 他们从内心不认识上帝 他们诽谤别人 诽谤的话 这是去地狱的属于魔鬼的人 我看过基督 基督教报纸上的报道 有人说 我诽谤什么什么人 诽谤的话 会去地狱属于魔鬼的人 说事情的人 可是诽谤别人 这样的文章到底 怎么登报了 基督抱怨不满 诽谤别人 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 这样的人 骨头羞懒 骨头羞懒 这是什么意思 人的骨头里出来血 这意思是血液都坏掉了 如果得到了什么重病 那就不能治疗 侥幸封耶稣的人 他们害死自己 骨头都羞懒了 上帝的话 也不带着谎言 全能者的真理 上帝的话 也是活着的 能给我们看奇迹的 那么现在 我们做什么 内心平安吗 担心担忧的人 按照他们担心的 上帝 如是给他们报应 这样的人 没有信心 有些人 假的人说 担心担忧的人 也有信心 对于不担心的人 上帝赐给他信心 有信心的时候 不担心 提摩太前说六章十节 我们一起找一下吧 总是担心担忧 以为自己有信心 这是什么魔鬼的话呀 信心 有信心的话 没有忧虑 一切担心 交付给上帝 内心平安的时候 这才是信心 内心平安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信心 这信心是一切平安 罗马说十五章十三节 好可怜 不知道信心是什么 光举上说 我信耶稣 现在我们也可以收看 教会频道 基督教频道 信耶稣的人 对不信耶稣的人说 大家信耶稣吧 可是谁也不回答 他们说 大家要相信耶稣的复活 做事到悔改的时候 我不赐给我们信心 可是他们说 自己信奉耶稣 自己是上帝吗 上帝是一位 没有信心的人 光期盼得福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这是上帝的应许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要拥有信心 我赐给你信心 你和我真心相爱 不顺利的人 借钱 办生日趴队 可是 不给上帝 捐钱 或者把自己的 把自己 花圈完了 然后剩下的钱 给上帝 上帝接受这样的钱吗 上帝主宰我们的生与死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 可是我们先爱自己 这顺序不对 自己生日的时候 为了吃饭 花十万元 可是给上帝的是一万元 上帝不会被我们骗 即使不知不合 也要给上帝 不顺利的人 把自己放在地医院 我们一起读一下 蒂摩太 后书 我们一起读一下 蒂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 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凑苦 把自己刺透了 阿们 属于魔鬼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内心有魔鬼 我们里边 要么有三位一体 要么有魔鬼 两者之一 这内心不能有空闲的地方 可是有的宗教说 放空心情 这都是假的 不能放空心灵 不能放空心情 这是不可能的 蒂摩太福耶十二章四十五节 如果魔鬼看见里边有空闲 带七个魔鬼进去住 三位一体 在我们里边的时候 我们有信心 否则的话 我们里边有魔鬼 贪心的 这就是万恶 有些人说 我去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信徒 我可以做生意 这都是贪财 只重视钱 捞到钱的事情 他是有万恶 万恶的污秽的人 他是什么执事吗 什么长老 什么权势吗 很愚美 比如如果我去那里的话 会给我带来什么益处吧 靠自己来做的话 都会灭亡的 这样的想法 像垃圾似的 大家为什么抱怨不满 就算起来不给自己 带来益处 只烙到钱的事情 这样的人是污秽的人 良心被日田烙惯了 属灵的牧师 知道原因 这都是因为钱 就是看得出来 我们基督别人的时候 上帝让我们的骨头修烂 骨头修烂的话 要输入血液 不仅在韩国 也在这世界 输入血液的病人 越来越多 他们骨头都修烂了 一周需要输入血液两次 这样花费钱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自己的子孙 也受到这样的父母的疾病 比如父母三十岁的时候 得了这样的疾病 然后他的儿女 十岁的时候 得了这些疾病 生下来就有糖尿病 高血液癌症等等 因为从父母传下来了 误会的父母 把不好的留给了自己的儿女 照着上帝的话 二十一世纪太误会了 看不下去了 这是提摩塔厚书三章十三节 太误会了 可是有些人说 韩国经济不景气 属于魔鬼的人 乱说话 有些人说 经济到底如何发展 这样的人都是盗贼 上经话语如实地给我们实现 可是不顺众话语 真言十七章四节 坏人只听坏话 物以类聚 比如你为什么想当掌管 我是为了出名 这样的人是盗贼 为什么选出这样的人 靠自己来做的都很不好 不要给他们发工资 比如他住在五十平的房子里面 那么他当了国会议员之后 就给他二十平的房子吧 抢走他的一切财产吧 这样做的话 盗贼不敢参加国会议员竞选 当总统的话 给总统十平的房间 抢走一切财产 这样的话 谁也不敢参加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 现在总统退休以后 可以领受贴取金 所以好多人都参加总统大选 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爱国吗 这是为了出自的名字 好而兴奋上帝的人 哪怕国家不发工资也没关系 有的事情 作为牧师的得到上帝为备好的祝福 把祝福分享给别人 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做信仰生活 因为做信仰生活的话 可以得到祝福 所以做信仰生活的人搞政治的话 因为他们听上帝的声音 就像约瑟一样 这样搞政治 所以肯定会好的 这是真理啊真道 好多人不明白真理 在这凌晨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唯独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这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我们内心的和平 内心喜乐 这时候骨髓之论 身体健康 上帝是智慧和知识的根源 上帝能引导我们 能让我们去好的路 我们韩国国民很愚昧 不听这福音 这真理 他们会灭亡的 如果听到了 那制定法律吧 当总统的话 给总统食品的房子 如果他的家人多 那给他 再给他的儿女 食品的房子 然后抢走 他剩下的一切财产吧 每个月给他一袋资米 然后他退职了之后呢 给他只十万元的饭费吧 这样就好了 可是与上帝同行的人 无论怎么样 都会得到 耶和我以乐 预备好的祝福 会得到没有忧虑的祝福 尊言十字二十二节 我付给义人的祝福 并不加忧虑啊 珍惜爱过的人 有福的人 哪怕这样真的法律 也做总统 今天主明明告诉我们 心中安静的时候 得到健康 可是我们呢 上帝让我们得病的时候 才领悟过来 如果我们不领悟过来的话 上帝等到最后 让我们得病 圣明教师八章二十节 我们得病了 才领悟过来 得病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来到主命节 跪下来 那我们到最后 为了活过来 哪儿都可以去啊 可是大家不要成为 我们早点顺从我父的话语吧 好多人都希望健康 可是上帝说 我们内心平安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平安 我们要顺从这话语 这是免费的 有些人 找成去爬山 他们藐视上帝的话 爬山比上帝更重要 光嘴正说信上帝 都是谎言 你什么时候领悟 大家早点领悟吧 得到祝福吧 上帝明明说 我们通过基督学 我们内心平安 上帝让我们内心和平 让我们遇见上帝 这时候我们万事红通 子孙千万带顺利啊 这时候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自己 可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人 怎么能给别人 带来益处呢 他们给别人带来的 都是坏处 我们从此刻开始 正直的生活吧 这凌晨上帝能帮助我们 就万事的主人 他能帮助我们 这是什么时候 我们内心平安的时候 先让我们内心平安 然后帮助我们一切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得到平安 我们一起找一下 一副所十二章十三节吧 我们会好的 身体不舒服的人 来第一教会 悔改了之后怎么样 感觉很爽快吧 我们都可以试一试 在这凌晨 我们要得到圣体 很爽快的 这样的祝福 我们可以得到 上帝的帮助 可是早晨不回来的话 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总是听好话 结果都灭亡 比如冬天 天冷的时候 早上不想洗脸 所以不洗脸的话 脸就变黑了 一副所事 二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 开始 你们从前原理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那 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阿们 靠着基督的血 亲近了 通过基督的血 悔改的话 内心和平 那么得到和平的人 亲近上帝 我们洗醉的时候 内心平安 这时候可以遇见上帝 万事哄通 而不顺的人 还是有不饶恕对方的罪 基督别人的罪 他们或不得医治 得不到祝福 问一下他们 你怨恨谁 他们肯定怨恨别人 肯定有不饶恕的人 或者 跟自己没有关 可是跟祖先有关的人 比如我小时候看到什么什么 我们不知不觉 受到了祖先的罪恶 或者自己现在看过了一些事情 结果我们怨恨别人 这都是基督抱怨不满吵架纷争 今天这早晨 大家告白一切吧 上帝会饶恕我们 大家静静地闭下眼睛 希望大家心情 平安 得到上帝的帮助 这是让我们遇见上帝的道路 这时候我们可以除掉心里的 怨恨 这时候我们和我们子孙都会好 可以给别人带来益处 现在我们内心是不是 我们心里是不是有 难受的事情 就是不饶恕对方的怨恨 就怨恨害死自己 和自己的家人 也害死身边的人 现在我们恨恨谁 大家领悟的时候才会知道 我们要感谢上帝 不能怨恨别人 上帝为了我们悔改 为了我们得祝福 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人 可是我们恨死别人 我们为什么失望了 是不是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贪心 所以失望了 因为自己很固执 所以心情难受 难受 大家饶恕 饶恕任何人吧 上帝想给我们更好的祝福 通过这件事 可以让我们更好 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做四十道悔改 感谢上帝 耐心等待 这时候上帝赐给我们 庞大的祝福 可是我们 听到了很冤枉的话吗 大家成为美丽的人吧 通过四十道悔改 成为美丽的人吧 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 无限的祝福 大家重新开始吧 我父啊 到现在我们怎么收获了 在这凌晨上帝能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不行了 就是使我们领悟 我们有心中 欲解的怨恨 就怨恨返爱我们 就是使我们得到饶恕 我们相信我们得到 饶恕的时候 欲见上帝 得到万事哄通的祝福 得到子孙 会越来越好的 祝福 上帝说 你不要这样生活 可是我们现在 做什么 怎么生活 在我父面前 我们还是求什么 我们还不知羞耻 主啊 即使你什么都不给我们 也无话可说 主啊 只要认罪 我们只要认罪 上帝就饶恕我们 我们相信这应许 此刻我们告白 我们有误会的想法 在这凌晨上帝能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藐视了这上帝的话语 我们藐视了上帝 我们应当被死 我们感谢上帝 您让我们活过来 主啊 我们告白 就是使我们得到饶恕 使我们子孙 得到饶恕 从此刻开始 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主啊 求你饶恕我们 此刻 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使我们 使一切都更新 使我们得到祝福 得到健康 得到一切智慧和知识 我们相信我们子孙会越来越好 我将来会更好 今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使我们成为美丽的人 我真愿望 我失望了 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使我们变成有福的人 封耶稣对名先 感谢祝福祷告 阿们 内心带着问题的人 在主面前得到饶恕吧 祝愿大家得到上帝 给我们的应许的这些祝福 遇见上帝 得到健康 得到一切祝福吧 再见 感谢观看